回到新闻现场来看到 换发新式门牌却把信箱给封住了 桃园归山就有民众在脸书抱怨 门口换了新门牌 但是却把这个信箱的钥匙孔挡好挡满 让大家根本无法收信 护震机关表示新式门牌尺寸比较大 可能承包商经验不足才会出错 会设法尽速改善 一整牌贴在公寓外的门牌 看起来是刚换新 上面的地址也写得很清楚 不过仔细一看 好像哪里怪怪的 新换上的门牌把钥匙孔整个盖住 只留下邮箱上方的信箱投地口 居民很无奈在脸书抱怨 换新门牌是很棒 不过这到底要怎么收信 网友留言回复 实在太扯 外包商施工很粗糙 他可能没有注意到吧 有点大意了啦 跟上面的反应 可以跟反应 全面换发新式门牌 那因为就是整个招标委外厂商去施作 他这次应该是碰到那个新手 有没有 他在执行的时候就工作经验不足 主管护正机关表示 新式门牌尺寸比旧的大一些 以这样的公寓为例 如果承包人员作业时 发现会遮到些围头地口或是钥匙口 将会进行调整 以不影响头地和收取邮件为主 若一贴就会整个挡住信箱 就会按门铃联络住户 讨论张贴位置 不过每个家户或社区 信箱大小位置都不一样 护正机关目前已经联络 这名投诉人将会尽速改善 记得林朱强桃园报道